重點第一個就是通訊產品的聚齊的錄製部分 另外就是修改 怎麼去修改 裡面會有一些程式 對各位來說這部分應該是比較困難的 不過將來 假如說你將來希望在工作上面能夠快一點的把有效率的做事情的話 這部分其實是相當的重要 未來還有所謂的大數據時代 跟那個AI 那當然這些東西 如果你可以比別人早一點知道的話 相信你未來 畢業之後就業就比較不是太大問題 因為現在職場上面 這些東西已經是變成必要的 也就是說你可能在畢業之前 還是需要先學會 否則的話你不會變成很麻煩 可能要進到職場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面試的時候人家就會問你說 你熟不熟悉 你熟不熟 如果你不熟的大家可能就直接 就 也許慶那個公司就是 第二個他可能問你說那你熟 可是你以 是有的函數熟不熟 或以是有的那個聚集錄製熟不熟 或者以是有裡面的樞紐分析表熟不熟 OK 如果說 這些東西你都能夠熟悉並且能夠快速的把它做出來 那當然你甚至可以 回答他說這些都很熟 可是他可能會問你說那你怎麼證明說你是熟的 證明的方式 OK 所以 有的時候其實面試現在我遇到很多那個 業主老闆 他說 問的什麼面試都說會很會 然後熟不熟 熟很熟 但是呢 當他給一個交代一個工作下去之後 發現好像不是這樣 你不是說你很熟嗎 他怎麼做成這樣這麼慢 OK 那就會有一個落差了 所以通常的話盡量 可能你們要心理準備就 最好是能夠證明的方法啦 當然如果你有些證照 我覺得也是一種方向 因為這種東西證照是 就是公證單位發出來的一個證明文件 或者是說你可能準備一下作品 證明說你這些東西OK的 因為這樣的話呢比較不用說 當然對老闆來說 所以對公司來說 就比較簡單一點 反正呢 我們要的是一個 懂這些東西的人 那這些東西基本上就是專業技能 所以如果你有這些專業技能的話 你要進到某些公司 相對的會比較 容易些 那第二個就是說如果你會的話相對 那個 我覺得執掌上是還蠻 蠻現實的就一點就是說 你有多少能力 大部分也會給你多少薪水 所以如果你的薪資 你希望 拿比較高的薪水的話 可能你要先 先付出你 就是你的努力啦 如果你的那個 專業技能 當然有到那邊的話 那當然 實際上給的薪水 我想也不至於會 太低啦 這個是我實際上看到的 當然你要說那個 什麼 有些人 怎麼樣怎麼樣 那當然 如果你 你不是那有些人 有些人就是可能有後台 有沒有 可能交付一個 因為你跟他關係好 或者是說因為你的父母親是誰 那當然如果你父母親不是誰的話 那你就不要去想那個啦 你就歸歸歸歸歸歸的 就把該學的學一學 那上個禮拜最後的話 還有做出所有的樞紐分析表 而且呢 還有做出自動化樞紐分析表的功能 那這些我想上禮拜講過啦 如果細節 不太清楚的部分 請各位呢 自行再去觀看那個影片 OK 那影片 在下方這邊有連結 那你點擊進去的話 上面都有 那每一段每一段 幾分 幾秒這邊都有了 大概平均大概就差不多10到20分鐘 一段影片 那 這個部分主要是給各位回去再復習 再觀看的 那如果說 假設期末考試 期末考 要不要考試這一件事情 你們也可以想想看 因為上禮拜有同學提 就是說 如果用考試 好像似乎 太 太艱難了嘛 是不是 會嗎 會嗎 這樣比較直接嘛 一翻兩段也會就會不會就不會啊 不過你們可以想想想看啦 不然這樣好了 待會可以 再調查一下吧 大家的那個 反正就評量啦 我們也不要說 太簡單了 那也不要太困難 當然就找一個 折衷點 主要的目的還是希望你們學會這些東西啦 並不是說把你們考檔 但是其實會跟不會啦 但是其實會跟不會啦 最簡單的方法就考試 就像說你們如果未來 假如去應徵工作的話 他可能也會 先判斷說到底你會不會 可能的方式就是考試 再找那個更高層的那個 主管跟你面試 OK 大概會有可能這種情況 所以未來如果你們即將畢業的同學啦 可能要有點心理準備 就是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因為我自己也在企業界 就是待過蠻長一段時間 對於內部的情況 也非常的了解 而且 對於那個 一些業主要的 因為常常也有那個老闆 也直接找我 問我有沒有 推薦的學生可以 推薦給他 那當然如果有的話 我也很樂意推薦啦 不過 大部分你要讓我知道說 你有這方面的能力 不過我後來發現最近 老闆要的好像 都是要十八班五役 好像什麼都要會的 所以 你各位先 你不要這樣講 他已經老闆了 其實老闆本來就是要賺錢 他開公司就是要賺錢 他不可能讓他賠錢 所以呢他不能賠錢的前提下 他一定要找到能夠幫他賺錢的人 他有賺錢他才會付你薪水 不然如果老闆賺不到錢的話 你的薪水從哪邊來 你可能要想這個問題 因為他不是開一個慈善事業喔 OK 所以我其實還蠻能夠理解老闆他的想法 也沒錯啊 OK 畢竟因為你們現在在學校啦 學校其實是一個非常祥和 對不對 非常幸福的地方 為什麼因為完全沒有那種 暴力之氣 應該沒有暴力之氣嘛 也沒有那種 耳於我詐嘛 也沒有那種 什麼 就是互相 這邊 爭啊 躲啊 搶啊 這種 感覺的 但是你到了職場上 這些都會慢慢發生 尤其是 你是 在一個團體裡面 那更會有這種感覺 如果你只是一個工讀生 那當然你可能沒感覺 因為他們他們對工讀生應該也沒什麼威脅 所以也不會特別 對你有什麼 要特別 房的 或借的喔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已經到那個職場的話 可能就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當然我很希望說 你們每一個會 畢業之後 都會有很好的發展 每個都 畢業之後薪水都很高 然後呢 生活都很愜意 當然是我覺得很好 可是問題你要能夠達到 我剛剛講的 這些境界 你可能要付出一些努力 否則的話 這些東西都不會憑空掉下來 天上不會 掉下來那個 沒有白癡的午餐 天上 只會掉下鳥屎 對不對 所以你不用想說 有 那什麼 那所以上禮拜部分 大概講一下 那今天的話請各位呢 再開一個範例檔 請各位待會 就是開一個問卷調查 這個01原始檔這個 一樣在範例檔裡面 我們上禮拜這個 請各位開這個 問卷調查01 原始檔打開來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第一個你可能會面臨 清單跟那個問卷調查 那什麼叫清單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所有的問卷調查 就是說 一般的那個 網路上面調查 那他記錄的話呢 為了要節省空間 大部分都會把資料填成什麼 填成一個編號 為什麼因為填編號 跟填那個 裡面的資料 其實 以那個資料量來看的話 那編號會比較短 但是問題來了 這什麼 性別 A1指的是什麼 清單裡面的 有沒有 A1是男 A2是女 OK 另外的話 年齡的話 B2 B3 B4 這指的是什麼 B的話指的是這些 那你會發現 尤其是 如果我們今天記錄在 e-sale或資料庫裡面 當然你記編號會比較短 OK第一個 所以儲存的空間就節省很多啦 因為有時候那個流量 你不能說網路上你摘一堆東西 那跑跑好慢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讓他說的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存 存那個編號 要調資料在動態調過來就好了 這樣的方法的話 在關聯式資料庫 我們一般工作上用的非常普遍 所以你們要有這種概念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說未來 人家給你的資料都長這樣子 但是你要做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你不能說我今天要統計年齡 那你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的話 你會發現你統計年齡 他會出現這樣子 年齡要把性別好了 那出現什麼 這樣子 所以這樣就不OK了 因為你不能用一個編號 你不能說 那你自己去查一下 那個對照表在那邊自己看 當然是不OK的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第一個任務就是怎麼樣 請各位想想看 也沒有辦法快速的把這些 從B欄 一直到歐欄 這麼多 14個欄位 請你把什麼呢 前面的編號 變成後面 所對應到的 有沒有 像那個九十幾有沒有 九十幾在這裡 他九一指的是這一個 那你總不能說 這個九一 那我就複製貼 複製貼 如果你用貼的話 那可能 什麼時候做完 你可能下班 也做不完這些事情 但是待會會講說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會的話 你就輸入公式 向右向下 結果就做完了 OK 取代嗎 你想想看嘛 取代有可能嗎 那你要取代幾次 對不對 不是有全部取代嗎 你可以試試看啦 不過 如果取代這麼簡單的話 那 應該就簡單多了 可是 你應該是沒有辦法 這麼簡單 所以你要想一想 有沒有辦法 第一個提示一下 可能會用到那個 之前教過的那個什麼 V軟數 可是那個不是要整桌用一個嗎 不是要再 那個插入一個 對 所以我們 所以有的時候你工作裡面沒有標 沒有 直接給你一個答案 你遇到問題 你就要解決問題 OK 所以我們是模擬一個情境 這個情境發生的時候 如果你會 那你三分鐘搞定 如果你不會 你做到下班 老闆 資料給我的沒有啊 沒有我還在 我還在弄 不是那麼簡單的東西 所以常常 你可能會發現 你的老闆會發飆 你是有學過沒學過 你老師都沒有教你嗎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 PTT上面常常有人在抱怨 說為什麼那個 這有些東西 為什麼到了職場 都不會 原因很簡單 因為職場要的 學校技能可能跟你學校學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學的東西是盡量能夠貼近實際上發生的狀況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有沒有辦法 三分鐘把這個事情做完 如果可以的話 那你剩下時間 老闆可能預估你可以三個小時做完 你三分鐘就做完的話 你有 兩個小時又57分鐘可以摸魚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 你不會 你就是慢慢弄了 OK 請各位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會真的三分鐘就解決了 不會的話 可能三個小時 你還是做不出來 好啦 畫面先換你各位試一下 好啦 畫面先換你各位試一下